加上本來是20個字 我算一下有25個字 其他都沒變 就是這個 下面這邊也改所以你可以用那個取代的方法 把原來的20個字 取代成25個字 其他好像通通沒改 那其他的話無資料也是一樣 因為dash也是那個無資料OK那其他都沒改 那總共也是19個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那做完畢之後的話我把它save 並且在流利 在直接 這個直接 我是直接在我的 手機裡面run 手機裡面run 手機裡面呢我把它執行起來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 OK 傳過來 剛剛同學有試了一下 基本上 在4.22的版本 是確定OK 但是4.3以後的版本 確定是不OK 所以呢如果說 你們要改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把原來的sdk按右鍵內容一下 按右鍵內容 本來如果你 anjoy的版本 有沒有 是4.42的話 降級 成為4.22 這樣來跑 阿摩尼器的話如果你用4.42的話 4.42的話 剛剛同學試了一下是不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4.42 4.42的話 就會有問題 因為它的分水嶺 就是從 4.2以後到4.3 又一個很大的躍進 加了很多東西 像Fragment Action Bar 有的沒的 通通幫你加進去 還有加一個什麼V7的 Support 本來V4的又加一個V7 又套上去 所以你開個新的專案的話 就一大把東西 那你怎麼辦呢 Activity本來 是主角的變配角了 那其實 這就有點麻煩了 其實本來很簡單的一個開發專案的 變得很複雜 所以我建議啦 如果說你還不是一個高手 等級達人等級的話 我建議在時你用4.22就好了 否則的話你會 光解決這些問題就頭大了 那我們做完之後的話來看一下 基本上 把它執行起來 執行到我的 手機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剛剛已經改了後端 所以以後的話 你們的後端就在哪裡 後端就在這裡 也就是把它當database 但是呢我們只有read的權限 不過read的權限已經應用面很廣了 你以後 時宜住行娛樂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放這個 然後人家抓資料的話 就在這邊抓 只是說你要去update